那為什麼會叫大頭墓 是日系時代以來 他統稱所有的研究 這個代的這個 捍衛這個國家的 都叫大頭墓 可是呢 這盧凱族的歷史 他已經有好幾年的這個歷史 那以前都是 都就是叫國晚 國晚這個國家 這個部落跟這個部落 都有一個 有一個 那就是這個家屋繼承 那就我們為了要 把他的這個原來的名字換起 就叫國晚 因為呢 我們是以世系傳下來的 都是第一個兒子繼承 我這個家屋 如果我有生女兒 而前面是姊姊 不是姊姊姊姊姊姊 而是弟弟繼承 也就是兒子繼承 那剛剛看到那個 一個是姊姊 一個是妹妹 那這個是兒子 所以呢 他的家屋呢 就會有比較大的一個 綠體的百步色 那我們剛剛 剛剛在看到姊姊的家 是平面的 就不一樣 只有單家 兒子才有這樣的特特 那百步蛇呢 是我們盧凱族的首富神 全部的原住民呢 十六族當中 只有盧凱族是用百步蛇來 來做這個首富神 那族人呢 老人家會跟年輕人說 你要去天裡工作 或者是要去打電 你看到百步蛇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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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隔日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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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要穿越他 你發生了危險 我們不知道 所以呢 只要是 年輕人看到白步蛇 他們就會回去了 就不會再往前了 是這樣子 只要是看到他 我們也不會殺他 也不會抓他 就讓他 就讓他走 然後我們回去 隔天再來 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我們的守富神 那比較特別的是 剛剛有沒有對看 那個公主之家的土屯 跟那個國王家的土屯 不一樣 他的奧呢 因為是南海 就會有百步蛇 會有奧 再來紅色的領結 再來雄衣的羽毛 還有這個門的 這個家會的這個呢 就紅環定 代表我們也做一個三種色彩 那這個土屯呢 以及這個門邊的土屯呢 都是這個當家的土屯 我們平民是不可以用這樣的土屯 非常的尊重我們的當家 那再看呢 只有我們國王家屋 有只有這個 三個階梯 我們有所謂的 三個階梯的祝福 透過這個祝福呢 大家只要走這個 祈福就會這樣子 然後到裡面 家屋其實都沒有 然後一切也是這個縫 好 就這樣等於其他 我們都會有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叫做無化貴貴所 我們陸凱族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會有 佩戴百科花 或者是男孩子呢 他在獵了這樣的一個山豬 他不能直接帶到家裡 他一定要帶到這個 國王家屋這個貴貴所 竹人呢 就會看他說 你是不是真的獵到這個山豬 而且呢 男孩子呢 魯凱族哦 我們會 為了這個百科花啊 其實非常對我們來講 所謂的 立法規範 只有魯凱族用百科花 做立法的規範 那男孩子呢 他必須要獵頭 到了五頭的公山豬 而且是要 上百斤的 獵牙一定要長出來 然後獵了這五頭公山豬呢 他就會有 配戴一朵百科花 那我們女孩子呢 就這個家人呢 就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